上有天,下有地,南有山海关,北有皇太后 无二滚,如三贵,煞血为盟 剿灭闯贼,平定天下 永皆同心,万财不一,请 大家好,欢迎来到《御史法》 说到中国历史上最难攻克的关卡 你会想到什么? 韩国关,嘉狱关,还是山海关? 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山海关那真是大明最能扛的叹息之弊 如果不是吴三贵开门投降,清军都打不进来 那么,这种印象靠谱吗? 明朝的山海关真能挡得住关外的清军吗? 今天这期视频,咱们就来细细解读 老规矩,咱们先看地理位置 从东北到京城,道路千万条 但最便捷的还得是辽西走廊 他从山海关通到锦州长约185公里 连接华北与东北 西陵阉山山脉东侧直面渤海 最窄处近8公里 最宽也不到20公里 这么一看,也有点河西走廊那味了 山海关,地处辽西走廊最南端 如果打开这座关墙 那往西南走就是辽阔的华北平原 所以史书上说 它是辽左咽喉,京师平汉 一点都不夸张 咱们还是那清代学者 故族于都市方于基要里的话说 既然山海关的战略重要性显而易见 防守防守要别太够 肯定会重视守卫这座关卡 区别无非在于战术层面 到底是用蛮力攻防 还是用巧劲,画劲 比如,明朝方面的思路就比较常规正统 直到中后期都会给山海关再套上两层护甲 景州、宁远两大兼城 如果不把这两座城拔掉 想直接进攻山海关 那届时前后为难想想到刺激 从1622年开始 孙承宗、袁崇焕先后精略辽东 他们在这三座城的犄角态势上更进一步 强化出一套关宁井防御体系 从东北到西南依次驻有 大陵河、景州、松山、塔山、宁远、沙河、石中右索城 中后索城、前屯城、前索城等要塞 在这些城堡与燕山山脉之间 还驻有宝寨34座形成了密集的要塞群 女真军队要想越过这些直达山海关 可能还是请萨蛮们研究研究 怎么召唤出莱特兄弟吧 如果女真军队从西侧绕山路过去呢 比如学学邓爱老先生 也裹条毯子往下蹦 是不是能起到投袭的效果呢 不好意思 且不说这样做是不是拿明军的赤猴当傻子 会不会吃下 追击 分割 包围 一键三连的组合拳 也不提这么干 等于放弃了骑兵这优势兵种 去跟农耕文明 拼土木工程方面的技术 就说真能从山路绕过景州宁远 到山海关下 但这会儿又不是三国 明军已经装备火器了 女真军队一身破烂 从山里露营徒步出来 到山海关城下 是打算靠头顶的通天文来挡枪炮箭矢吗 发现了吧 在地理层面上 山海关不是孤立的关卡 而是整个官宁警防御体系中的终点 看着嘲讽高 实际很难打得到 只要明朝方面不忽略或顾不上东北战区 或者至少还能为山海关一线输送资源 那么在古代陆军的科技水平下 进攻方想突破山海关恐怕是很难的了 既然没啥取巧空间 那么攻防双方对阵的逻辑就只能是 结硬战打呆仗这样硬巧硬马的老套路 这时候就得看看整个防御体系到底扛不扛燥 能不能挡住攻势 看过咱们古代攻城有多难 那期的朋友们肯定知道 正常来说 防守方能利用城池的土不攻城优势 让进攻方举步维艰 以锦州宁远为例 锦州城原为土著城墙 明初以来通过不断加固城墙 增设炮台 扩建城池和护城河 护盾越来越厚 它的四座城门各住两层城楼 东门外还建有官乡小城 到后来城内有用于传递物资情报的露台 17座 用以迎敌作战的敌台94座 设在边墙内侧 垂直于边墙向后方延伸 用以传递军情的复利接火台39座 在城内有广宁中屯卫 广宁左屯卫两位 下辖大兴堡等五座城堡 龙庆五年又制造景昌堡 还有两座驿城 在这些小城堡和露台敌台 风火台的交互下 整座城池形成了侦察敌情 情报物资传递和 接敌作战于一体的攻防系统 这些建设让整个景州城流露出一种 火力不足恐惧症的气息 让进攻方所有行动都能被守城方 从各个角度观察 非常公开透明 他的好搭档宁远城也差不多 宁远设有内外两层石柱包砖城墙 依托城墙设有城楼 瓮城四角城台等防御攻势 下辖复里接火台26座 露台32座敌台155座 此外宁远城还下辖有 11座小型城堡 遇敌可相互侧影支援 而且他和景州城都在城墙的四角 设有炮台 这是孙承宗采纳火炮专家 孙元化的建议铸造而成 有点冷宝的意思了 在炮台上 降设大炮可向三个方向设计 还能与另一炮台形成交叉火力 即便女真军队能顶着火力冲到城下 也免不了要被明军的陷阱 陆角滚木雷石各种投掷火器 还有金枝轮番头位 如果说景州宁远的防御被突破了 怎么办呢 不好意思 整个防御体系在设立之初 好像就在位以后 万一景州宁远被突破 坐于暗 在这两座城后 明朝立刻安排了一段 连绵的长城边墙防线 防线由九大关城连锤而成 从九门口关延伸至南海口关 以角山关为界 北段紧贴阉山山脉 南段直面辽西走廊 并一直延伸进渤海 早在七级光从南方北上驻防时期 这一段边墙防线就开始不断加强 什么加高加厚 外设舵口内设宇强 都属于常规操作 作为明代火器大师 七级光还主张 要在舵口墙下收望孔 要冲地段 还要开射孔 雷石孔 或许七帅老早就想到 万一进攻的一方想绕道突袭 明军也能以意代劳的 以托边墙关爱敌台来打防守反击 他设计了一种空心敌台 相比十星敌台的单层设计 空心敌台设有三层 一层为十指基座 内部设有踏道 二层为中空部分 设有剑窗和火炮口 能给守城士兵遮风挡雨 三层为台顶 多数驻有楼鲁便于观察敌情 练兵计时 对空心敌台的间隔有明确要求 即要冲处需间隔五十到一百步 非要冲处需间隔一百四十到两百步 同时 七极光提出 空心敌台的修筑要互为计较 能实现两台相就左右而立的原则 这样一来 在山海关外侧 就有了一条被强化过 能打combo的动态防御线 但防御线毕竟是一条线 万一某个店真被凿穿了 山海关不就猝不及防的 暴露在进攻方的冰封之下了吗 没事 明朝方面也想到了 据卢龙赛略永平辅志等史料记载 明军在山海关附近只设立了十四座封后 但据山海关区文物局学者郭泽民实地考察 山海关边墙沿线封后数量不止于此 不但有南北纵向排列的烽火台和东西横向延伸的露台 而且烽火台还成辐射状分布 构成了两个预警辐射圈 这样既能观察敌情也能在某个点被突破以后 及时向山海关方向示进 提前做好准备 好 如果女真军队在萨蛮祭司法力加持下 一路超神 真就冲破了边墙防线 是不是就可以大吼一声 一样入关了 然后带着一众巴图路突破山海关 了断七大恨呢 不好意思 如果说锦州宁远的城防已经是重量级 那作为整个关宁警防御体系的终极boss 山海关恐怕得叫太坦气 前面说过 明代东北战区的城防在修建时 是有点子火力不足恐惧症的 人家很可能研究过 万一前面的大宋深都被杀穿了 光靠山海关怎么扛住一段时间进攻这一课题 结果就是 明代对山海关城的经营堪称丧心兵狂 咱们从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来看 水平方向 山海关建有含瓮城的东南西北四个城门与护城河 在向外拓展有紧贴关城的东西罗城 有通过边墙相连的南北一城 在东南两侧还分别建有前哨堡垒微远城和静远宁海两城 垂直方向 由低到高 山海关城依次建有护城河城墙 城楼和在高处架设火炮的地台 以城墙为根基 山海关城一方面靠堆积肉不断加固城堡 比如在城门上盖建楼 在城墙上构筑马面墙台 上去堕口架设撂望孔和弩基之顶 再比如 为尽可能的消除防御死角 关城还建有东南静边楼 东北微远堂两座角楼 在东墙镇东楼 两翼还建起陵旅楼 木营楼 兴楼 三座配楼 以及陵北台 强化防御 除了这些硬核防御 山海关城还注重用化劲 具体来说 就是利用天然河道的走势 开挖护城河 又别出心裁地引出了 东南北三个带闸门的水关 风水期 闸门开启 方便城内泄洪 也能防止敌军饮水灌城 台生护城河水位 枯水期就把闸门关闭 还可以有效保持城内的水源供应 除了土木工程 还有火系装备 先前说过 明军之所以能长期维持 关键井防御体系 火炮的贡献也很重要 在山海关城楼上 曾架设有重达五千世斤的 神威大将军铁炮 卡卡锡直呼内行 在静边楼前 还有重约四千斤的大竹节炮 此外 天启鬼亥年造款 同主安边神炮 崇祯十六年款 异形大铁炮等 都是山海关城头上的大杀器 想当初 龙庆年间 冀镇巡抚刘应杰 曾创这种 就地取材的长城石炮 连炼铁工艺都省了 直接用当地最不缺的食材 手挫大跑 所以 在这么密集的土特产投尾下 巴图鲁门要是真的投铁 莽上去 恐怕就没后面啥事的 所以 在军事战术层面 只要防御体系 没有内部瓦解 或者出现 李景龙那样的战神 景州宁远 边墙防线 没有连环爆雷 那么 想要促然击穿山海关 基本上是 吃人说梦 进攻方想要靠正面对决 突破山海关 至少要拿极其高昂的战损去堆 这样一来 即便打到山海关下 也是强弩之末了 那么 如果进攻方军队 人多势众战力强悍 防守方兵威将寡 势单力薄 会不会导致 关宁井防御体系的崩塌呢 不好意思 1622年 力主恢复辽西走廊的 孙成宗就任辽东都师 让这个问题 不再称其为问题 当时 随着国事调堂 辽东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流亡百姓 边关上的防务 也在气急光之后 愈发松懈 咋办呢 孙成宗提出 撩人手撩土 撩土养撩人的原则 然后做了三件小事 第一 选将 原重换祖大兽 满贵 赵帅教 赫可刚等 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啄拔 甚至月次升迁的 第二 练兵 通过屯田与招兵 短短三年后 孙成宗很快练成一只辽东净驴 数量达到十一万 设有十二个车营 五个水营 两个火营 八个前锋后径营 造甲州器械攻势 炮石驱达卢筍之巨 和数百万 堪称多兵种协同部队 而且拓地四百里 开臀五千顷 岁入十五万时 能有效支撑军需开支 第三 铸城 通过苦心经营 孙成宗派人修复大城 九座 保寨四十五处 把关宁井防御体系给拉了起来 后来的原重换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在宁远城凭借巨跑 取得战绩 然后升任辽东巡抚 并再次击败来犯之地 所以 不管是理论 还是实战 直到这个时期 辽东兵团的战斗力 还比较靠谱 不说重拳诸击 追往逐北吧 至少捍卫国门没啥问题 如果皇帝还能稳住心态 不乱微操 如果资源还能持续 向关宁井防御体系输送 如果当地的首将 还有信心与忠诚 如果关外士兵的土地 家眷 军饷战功都能得保全 如果明朝的统治阶层 能意识到 是天下万民复出的三想 在供养着前方的战士 任何局部地区的胜负 都是整体国力的比拼 如果 如果 但历史没有如果 1631年 孙元化派孔友德率部 持缘大灵河战场 这支本该揣着百姓血汗响赢的部队 行至河北 吴桥市 居然两响匮乏 然后滑遍 并转进山东 这支本来装备着朝廷重金引进火器的明军 在18个月之内 残破机300里 杀人赢十余万 并最终在镇江堡向后金投降 史称 吴桥兵变 十年29岁的孔友德 品行完全是他名字的反面 他不仅残害百姓 还把明朝引进掌握的火器技术扩散给后金 直接导致对手的火器逐渐普及化 从此 明军在火器上的优势开始削弱 女军人将在此基础上开发出大规模重炮骑射工程法 和炮步骑兵协同战法 一举在松井大战中 连可松山 锦州 塔山 杏山 击溃红城仇和他率领的13万明军主力 直接打崩了整个官营警防御体系 当前方失去了大宗生体系 当后方失去了要效忠的皇帝 山海关守将立刻紧跟孔友德的步伐 向进攻方抛出了橄榄枝 或许在他们心里 什么朝廷 什么百姓 什么家国 什么天下一切都只是交易的筹码 可以置换一个未来被写进二成传逆成传的机会 什么山海天险 什么宝寨连营 什么精兵如雨 什么猛将如云 曾经的国之重器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彻底烟消云散 甚至化作了利刃 统像曾经供养着他们的黎明百姓 从皇帝到将领 从赋水到士兵 山海关的一手不是某个单独环节的过错 而是一个曾经纵横九州的王朝 全面崩塌的缩影 现在回到视频最开始的问题 明朝的山海关真能挡住关外的清军吗 答案昭然若揭 若有天下供养平地 亦能建起奸称 若无明星所向奸称 又算什么国防 都会是一直在除 优优独播剧场co prens补